盘点江夜世界年轻一代中实力最强的九个人 江夜世界的近千年时间大概是无数万年来最巅峰的时代 期间诞生了无数之强者 即便是近二十年间也涌现出无数天赋卓绝之辈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江夜世界年轻一代中站立最强的九个人 这些人几乎都是二十岁以下 实力最弱的也有殖命迹 其中南海大神官的后人 陈皮皮的表妹小鱼姑娘大概可以放在第十位 第九名陈皮皮 知手冠冠主陈某之子书院的十二先生 陈皮皮是毫无疑问的修行天才 是世间最年轻的知命静 年纪轻轻就掌握了知手冠绝技天下西神指 未就桑桑曾用遗迹天下西神指 把号称知命以下无敌的王景略打得可血半月 随后陈皮皮说道 就算是知命以下无敌 终究还只是知命以下无敌 事后王景略称 能看见传说中的知手冠天下西神指 能亲身感受书院不弃义 即便是颗半年血似乎也是值得的 举世罚唐时 陈皮皮阻拦冠主沙里漫漫和于莲 当陈皮皮用出天下西神指时 冠主也承认陈皮皮对天下西神指火后掌握得非常不错 称他不愧是自己的儿子 结局时 原文说他已经掌握了信仰之力 虽然陈皮皮是修行天才 但因为不善战斗的特性 这里只能将其放在最后一位 第八名 柳一青 南静剑阁剑胜柳白的亲弟弟 年纪不明 猜测是二十多一点点 曾受到西林怂恿去书院挑战宁缺 想借此扬明天下 结果被刚出关的宁缺一刀毁去双目 回剑阁后 在柳白的指点下修为有了较大精进 青霞之战时 境界已有了新的突破 达到了知命境界 曾在青霞之前 和剑阁几名弟子 组成一套剑阵与君墨对决 结果被君墨随手一招轻松击败 后境界和星星突飞猛进 如剑破竹般 直入知命中境 单剑赴死时 更领会了剑道真谛 人生最后一战 为了家国一人一剑杀入南静皇都 先是一剑斩断城墙和南静新皇帝 而后第二剑刺入五境之上 横目利人的身体内 布敌后第三剑自吻而死 在战力上大概有知命上进实力 第七名 唐小唐 魔宗当代圣女 魔宗天下行走唐的亲妹妹 二十三年缠于莲的弟子 其人生目标是成为天底下最强大的女人 人物刚出场时 就在荒原与动旋境界的叶红瑜 打了个男分伯仲 后来败入书院成为于莲的最后一位弟子 为了使自己变强 唐小唐发奋努力 为此不惜在书院跳瀑布无数次 推锯石无数科 甚至在书院用手里的铁棍硬生生 凿宽了无数时间 叶红瑜评价 其实力比陈皮皮强 唐小唐其实早就可以进入知命境界 但鱼莲一直在为其创造一个 合适进入知命的企迹 桃山光明记 唐小唐一人连破三关闯入桃山前平 书院破镜在物 而魔宗破镜靠的就是战斗 此战中 唐小唐一枪热血入了知命境 叶苏成圣后 唐小唐一人与西陵无数强者血战 以一己之力击败陈皮皮的表妹 南海大神官后人小鱼姑娘 后来更是在桑桑的加持下 占平龙庆皇子 原文说 他也是一个可以无视修行境界区隔的强者 只要敌人不予武进 他都可以试着战胜对方 结尾时猜测也有接近知命境巅峰的战力